我为了救相恋多年的女友 成了植物人昏迷不醒 她醒了之后 却记忆错乱 我们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 变成了另一个男人 一个缠着她好多年 被她嫌弃厌恶的男人 她分了一样要嫁给她 提到我 只会说一句 只是救了我的命而已 难道要我嫁给她吗 后来我醒了 关于她的记忆全无 她却慌了 纪博达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 多可怜啊 如烟是我的了 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这辈子就只能在床上烂掉了 而我会和如烟结婚生子 一起携手终望幸福一生 很可惜 你不能来见证我们的幸福 不能让你亲眼看见 我和如烟的婚礼 其实我很遗憾 这是我在一片混沌中 听到的声音 我只知道 我相爱十年的女朋友 要结婚了 在我舍身 为她挡了飞来的轿车之后 在我成了植物人之后 她要嫁人了 却不是嫁给我 柳如烟 你疯了 你男朋友在那 跟你求婚的男人 为了救你 现在躺在床上生死未卜 你要嫁给别的男人 我虽然成了植物人 但我对外界还是有感知的 比如他们现在 在我病房里的激烈争吵 我听得一清二楚 好像有什么东西 被砸到我手边上来了 柳如烟情绪激动 既然这是他的戒指 那我还给他就是了 我和一腾成 真心相爱那么多年 你们难道都忘了吗 凭什么要被一个外来者介入 难道男小三 就是能被接纳的吗 他不过就是救了我的命 难道还想我以身相许 嫁给他吗 你们是不是都有病 我今天把话放这儿 我非一腾成不嫁 如果你们非要我 他在说什么 什么陌生人 我们明明是从校园到社会 一起走过十年的情侣啊 我们一起经历过 那么多风风雨雨 无论多难都坚持下来了 我终于可以娶他了 为什么说我是陌生人 动乱间柳如烟的电话铃声响起 喂 腾成 好 我马上就回去 柳如烟 你要去哪儿 柳如烟被拦住 又发了火 腾成的抑郁症又开始发作了 我必须回去陪他 不然他会做傻事的 我一团乱的思绪逐渐清明 一腾成 就是那个从高中开始 就一直跟在柳如烟身边的男人 敢都敢不走 他的抑郁症从高中开始就很严重 在班里一直都是被排挤 被霸凌的对象 而偶然出现救了他一次的柳如烟 当成了唯一的光 问就是一见钟情 哪怕知道柳如烟已经有男朋友了 还是会不要脸的说一句 没关系 我可以等 感情这件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 说不定就轮到我的机会了 但我的感情可以说得准 我这辈子只要柳如烟一个 只要他愿意要我 不管是怎么样我都会在他身边 话外之意是 就算柳如烟想让他当男小三 他也愿意 真他妈是连脸都不要了 现在好了 我他妈被迫成男小三了 我和柳如烟之间的十年 走到哪都会有他的身影 不管我和柳如烟做什么 看电影也好 逛街也好 他都一言不发地蹬在后面 有的时候我回头 会看到他口中念念有词 阴暗的眼神盯着我 就跟想杀了我一样 让人毛骨悚然 柳如烟看他的时候 他又会恢复正常模样 柳如烟为此骂过他许多回 但是没有用 我们也不能拿一个有抑郁证明的人怎么样 毕竟他只是尾随 什么别的都没做过 毕竟他只是个可怜人 所以我们只能忍着 柳如烟不知道的是 一腾城私下里来找过我好多次 他总是说 纪博达 你别让我找到机会 不然我是不会把柳如烟再还给你的 最后一次见面 大概是在几天之前 那个时候他整个人看起来兴奋到诡异 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他是我的了 他是我的了 我只是啊啊骂了一句 有病就离开了 柳如烟不顾阻拦 一定要离开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 我爱的是一腾城啊 为什么要我守着一个陌生人 柳如烟激动到哽咽 而我因为情绪过于激烈 竟然有一种魂魄离体的感觉 低个一声 快叫一声 博达心跳停了 快 啊 难道我就要死了吗 此时此刻 柳如烟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看着我 只有他在温柔地安慰电话那边的人 腾城 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 我发誓我没有任何想法 我只爱你一个 不会嫁给别人 我们马上就订婚 好不好 怎么会有人因为救命之恩 嫁给救自己的人呢 那不是脑子坏了吗 你放心吧 我现在就回去了 一股强烈的恨一滋生 我拼命想醒过来质问他 质问他到底是为什么 可怎么也没有用 我的意识在渐渐消散 随着柳如烟离开的关门声响起 我的意识也完全消失了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 入目就是一大片人围在病床边 激动地看着我 博达醒了 我看着我妈瞬间红了眼眶 扑在我身上哽咽落泪 我有心想缓和一下这个气氛 于是气肉油丝地笑着开口 都在啊大家 结果我没想到 一屋子的人瞬间就沉默了 我爸的好友柳叔叔和李阿姨 善善开口 我打 你先别多想 如烟只是公司有点事 把他叫回去了呢 马上就会来看你的 阿姨这就给他打电话 他要是知道你醒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柳叔叔和李阿姨 甚至没有给我开口的机会 就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接通 就是劈头盖脸一通训斥 虽然不知道他们骂的是谁 但是我还从来没见过 这对温文儒雅的夫妻 这么生气的模样 对面那人肯定是个人才 跟我爸妈提起来的时候 他们怪异地看了我好几眼 但是又支支吾吾地 不敢问的样子 这种态度 真是看得我云里雾里 打完电话之后 房间里陷入了一个 很诡异的沉寂的氛围之中 就在我受不了 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病房门被猛地打开 一个白色手提包 猛地朝我的病床飞来 醒了就醒了 怎么了 是我过来 就能让他剑不如飞起来吗 你知不知道 腾成好不容易睡个好觉啊 差点就被你们缴获了 我还躺在床上 不能乱动弹呢 躲也躲不掉 那包接接事实砸在我腿上 我闷哼一声 靠 这是哪家的姑娘啊 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怎么上来就打人啊 疼死我了 我哀嚎出声 房间里的所有目光 瞬间聚集在我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那个嚣张跋扈的女生眼里 看到了一点不可置信和慌乱 接下来的一整个下午 我都在被各种检查和盘问 直到医生下出定论 我选择性失忆了 记得所有人 只忘了一个人 我甚至觉得 这医生在瞎扯 因为我感觉我的记忆 没有任何出问题的样子 很自然很流畅 不可能 我肯定没失忆 我好的很啊 看 你是我爸 这是我妈 那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柳叔叔 和李阿姨 非常完美的记忆嘛 哪里有问题 那个叫柳如烟的暴脾气女生 只是站在原地冷眼旁观 身边还站着不久之前到的 说实来看一看我 实际上一直在用炫耀的眼神 看着我的男人 柳如烟冷哼一声 这不正好吗 我就说我不认识他 他只是个救了我命的好心人 他也不认识我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都是你们非要说 我和他有婚约 我看应该去看记忆错乱的人 是你们才对 那个叫一腾成的男人 眉眼低顺 拉了拉柳如烟的手 如烟 别这么说 柳如烟冲我抬了抬下巴 然后和一腾成双手交握 既然没什么问题 我和腾成就先走了 婚礼我准备下个月就举行 你们要是不愿意就别来 反正我是嫁定了 谁都别想拦着我 他伸手指了指我 尤其是你 别想拿着救命之恩要挟我 我错了指着自己 我 你听我一句劝 做人不能太自信 太自信是会出事的 你这种情况都能简称普姓女了 还是收敛一点吧 他将手指收回 然后紧握成拳 好 你最好是 我感觉我坠入爱河了 最近晚上老是做梦 还总是梦到同一个女生的身影 我们在梦里甜蜜牵手拥抱亲吻 醒了之后 我却怎么也记不清她的脸 我总觉得 这是月老看我单身这么多年 看不下去了 终于大发善心 要给我牵一牵红线了 因为我甚至都没有特意去找 就遇到了一个 和我梦里的身影很符合的女生 我见到沈青秋的第一眼 就觉得 她一定是月老在梦里 暗示我的女生 我很水到渠成的 对她一见钟情了 追女孩子总是要费点力气的 再次遇到柳如烟 我和沈青秋的进度 正处于一个很暧昧的阶段 柳青月位 恋人未满 我和她约在电影院看电影 她去洗手间的时候 我居然碰到了柳如烟 柳如烟看到我的时候 很是不耐烦 既博打 还搞跟踪 你又不恶心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 我跟你之间 只是救人和被救人之间的关系吗 你为什么还是不死心 你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我的日常生活 再这样下去 我就报警了你信不信 说着 她还真的拿出手机 做出拨打110的动作 一套连招下来 给我人都看傻了 我小心翼翼地 折着自己的脑袋 生怕伤到她的自尊心 呃 不好意思 我想请问一下 你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是被害妄想症吗 那得赶紧治 不然时间久了 看自己都不顺眼 想弄死自己了 太危险了 嘖嘖嘖 我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突然就被人搂进了怀里 一腾成一脸防备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想勾引姐姐 我和姐姐相爱十年 不是你这种货色能勾引走的 我都快气笑了 这两个人还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女的天天想着有人爱自己 爱得死去活来 要跟踪自己 男的天天想着女的被人抢走 我的评价是 负六 好在这时 沈青秋从洗手间出来 突然就扑到了我的背上 伯达我好了 我们去看电影吧 我一喜 什么情况啊 这是 认识这么久以来 我还从来没听过沈青秋 这么亲密的对我呢 一腾成翻了个白眼 嘀咕了一句 就会拈花惹草 这么好就找到下一个了 倒是柳如烟的表情 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他皱眉看着沈青秋 然后又一向我 这是谁 你这么快就找到女朋友了 我发了个白眼 很自然的牵起沈青秋的手 我问柳如烟 柳叔叔的小区保安队长 和剧委会阿姨在一起了 你知道吗 他继续皱眉 你一个男人这么八卦 而且这关我什么事 我在问你话呢 我吃笑一声 那我谈恋爱 关你毛事 一天天的管这么宽 你们小区母猪生仔 你是不是也得问两句 生的公的母的 真是言耻多了 闲得慌 管好你自己 多照照镜子 在去影厅的路上 沈青秋牵着我的手 沉默了好一会儿 随后抬头笑着问道 那是你的追求者 马博达 我有些疑惑 他的问题 不是啊 陌生人而已 连朋友都算不上 你怎么会这么问 沈青秋摇了摇头 我的直觉一向很准 他看你的眼神太复杂了 又是纠结 又是不舍 看我的时候 还带着怒意 搞得就好像 我抢了他男朋友一样 哼 明明是我的男朋友 我对沈青秋的前两句话 不关心 但最后一句话 简直戳到我的心坎上了 青秋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沈青秋有些害羞的无脸 感觉你魅力太大 我要是再不答应 被别的女生抢走了怎么办 我激动疯了 当即就把沈青秋抱起来 转了好几个圈 有路人经过 我就自豪宣布 我是沈青秋男朋友 完全忽略了背后 一双包含怒火的眼睛 管他呢 晚上到家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 是柳如烟 我刚一同意 他就劈头盖脸 进来一顿质问 你和他真的在一起了 你不觉得他身上的气质 跟我很像吗 拿救命之恩要挟我 嫁给你不成 开始找待餐了 我默了一会儿 然后迅速敲字 不啊 就普信和家住太平洋 这两点 他这辈子都比不上你 那边再也没有消息了 我觉得这个人太奇怪了 得远离 我和沈青秋的进程 发展得十分迅速 两家的家庭聚会上 我带着他出席了 柳如烟也带着一腾成出席了 一腾成全程只顾着在我面前 和柳如烟各种角落 造作的夸张秀文爱 倒是柳如烟显得十分心不在焉 我不知道一腾成 到底是为什么 觉得我会对他未婚妻有想法的 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柳如烟的目光 全程不太善意地盯着沈青秋看 看到我们两个人都很不舒服 偏偏两家的长辈都在场 又不好发作 沈青秋在我耳边悄声道 伯达 我们出去透透气吧 他看得我好烦 我点头 好 我陪你去 到了露台上 沈青秋双手插着腰 昂着头开始心事问罪 纪伯达 老实交代 这不会是你什么青梅竹马的烂桃花 你藏着掖枕没告诉我吧 他今天看我的那个眼神 就跟要吃了我一样 也太离谱了 不是说他是柳叔叔和李阿姨的养女 跟你从小到大都没怎么见过吗 我赶紧举手投降 我发誓 我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我从小到大都没对女生动过心 也就遇到你才有了迟来的思春期的 沈青秋脸一红 害羞地捶了一下我的胸口 什么思春期 你说什么呢你 不正经 我抓住他的手 凑到他耳边 你还不懂什么思春期吗 今天晚上咱们试试那个氛围灯 沈青秋脸皮薄 就算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也害羞 跳到我怀里就开始捶我 我抓住他的手 趁着月色正好 低下头稳住了他 本来笑着闹着气氛很好 露台的门却突然被打开 我们两个人都错了扭头 只见柳如烟满脸怒气地站在门口 怒目圆征 不知道还以为是来捉奸的 莫名其妙 我嘀咕了一句 好好的气氛被打扰 我扫心又烦闷 他走到我们面前 对着挂在我身上的沈青秋冷冷抱 下来 沈青秋也不是任由人拿捏 唯唯诺诺的杏子 他抱着我的脖子的手 还更收紧了 我请问这位女士 你是拿什么立场 跟我这么说话的 我是姬伯达的女朋友 请问你是哪位 柳如烟的周身气压低得可怕 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再说一遍 给我下来 沈青秋秀眉微醋 我男朋友抱着我有什么问题 爱着你眼也没人逼你看啊 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是触动了柳如烟 哪一根神经 他突然就上手 开始拽沈青秋 然后眼眶通红的大喊 大叫起来 我让你下来 你听不见吗 你给我下来 姬伯达是我男朋友 是我的 你个贱人 我赶紧护住沈青秋 将柳如烟的手 狠狠从沈青秋身上扯了下来 因为力道太大 柳如烟被带倒在地上 发出喷的一声响 我自然脾气相当好 此刻也怒了 柳如烟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有病就去医院治 别他妈在这里发颠 谁他妈是你男朋友啊 你都妄想这么是吧 沈青秋被吓到了 此刻埋头在我怀里 响声唇气起来 我赶紧抬手拍着他的头 轻声哄他 柳如烟也崩溃了 他手撑着地 抬头看着我 声音哽咽 你明明就是我男朋友啊 纪伯达 我的男朋友 你以前就是这么哄我的 每次我难过的时候 你都是这么把我抱在怀里哄的 你怎么可以爱上别人 怎么可以 我听得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是真忍不住 想要口吐芬芳了 他是精神错乱了吧 我在此之前根本就不认识你 怎么可能是你男朋友 我说真的 我真的感觉你是车祸 脑子出了不小的问题 你要不再去医院看看吧 我忍着怒气 好言好语 突然又出现一声阴沉的男声 姐姐 你说什么 我头更疼了 这都叫什么事啊 一腾成站在阴影里 整个人看起来阴侧侧的 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柳如烟 姐姐 我们相爱了十年 你现在这是在说什么 我才是你男朋友啊 一腾成突然转过头来瞪着我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给姐姐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是不是你催眠他了 一腾成一瞬间变得暴怒 竟然抄起露台桌子上的红酒杯 朝我砸了过来 我怕伤到沈青秋 赶紧转过身 用后背抵挡住了那个红酒杯 红酒杯虽然不大 但砸在肉身上还是很疼 我们哼一声 一股子怒气也犹然而生 我将沈青秋平稳放到了地面上 然后撸起了自己衬衫的袖子 青秋别看 这场面等会儿估计有点血腥 我抬脚就朝着一腾成踹了过去 他细胳膊细腿 跟个细狗似的 骂人的时候气势足得很 我一脚出去飞得比什么都远 他重重倒在地上 也惊动了客厅里的几个长辈 我妈匆匆跑过来 这是怎么了这是 博达和青秋没事吧 我摇摇头 又从地上拎起了柳如烟 然后一手一个 跟林小记仔一样 把两个人都拎到了大门口 然后不由分说就扔了出去 傻逼应该远离我家 我怕被传染 柳叔叔和李阿姨都吓了一跳 博达啊 这是发生什么了 我长吸一口气 然后重重吐出 逼着自己对长辈 要平心静气的说话 叔叔阿姨 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到医院 去给柳如烟报一下精神科 我看他已经精神错乱了 居然说我是他男朋友 柳叔叔和李阿姨 都用为难的表情看着我 博达啊 你说 如烟有没有可能 真的是你女朋友呢 她可能只是出了车祸 暂时忘记了你 现在看到你和别人在一起 身体本能让他想起来了一点点 我冷声道 没有可能 不管什么情况 我都不可能喜欢这样一个 毫无礼貌的女人 更不可可能让她做我女朋友 门外的柳如烟脸色瞬间苍白 她挣扎着想要起身 却被一腾城死死按住 姐姐 你是我的 柳叔叔和李阿姨还想说什么 为我爸妈回绝了 一开始也是如烟 先说自己和一腾城 才是十年真爱要和她结婚的 我们家博达也是真旺旺 我们也愿意成全她 现在博达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她这是什么意思 做人总不能既要又要吧 柳叔叔和李阿姨脸色瞬间变差 匆忙离开了 那天过后 柳如烟给我发了许多微信 我不堪其扰 把她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也让我爸妈少放她进家门 因此消停了一段时间 再次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居然是我妈给了我一张结婚请柬 说是柳如烟和一腾城要结婚了 柳如烟主妇一定要送到我手上 我看着结婚请柬上两个人名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只是唏嘘了一声 这吃男怨女的 男的不正常女的也不正常 要是结婚了 谁跟他俩做邻居 都是到了八辈子嫌媚 我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 离这两个人八百里远才算安全 婚礼现场 我一进场就总感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预感在不久之后就被证实了 柳如烟刚一进场 目光就紧紧盯着坐在台下的我 眼中带着稀奇的光芒 我感觉不自在 基本上没怎么正眼看过他 一腾城维持着表面上的温柔礼貌 实际上盯着我的眼神跟要杀了我一样 我浑身不舒服 准备提前离场 这个时候已经进行到主持人 询问愿意与否的环节了 请问柳如烟女士 你愿意接受一腾城先生 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吗 一腾城大概很激动 我估计他都快要哭出来了 可柳如烟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主持人打着圆场又问了一遍 柳如烟女士 你愿意吗 柳如烟忽然摇头 看着我的方向 坚定道 我不愿意 一时之间满座大惊 有人站起身来 什么情况 一腾城瞬间脸色苍白 柳如烟提着裙摆 朝台下跑来 我确信 是往我的方向 我好后悔 刚刚跑完了 现在好了 我成风暴中心了 所有人惊奇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孩子窃窃思语问我是不是要抢婚 柳如烟眼含热泪看着我 伯达 我后悔了 我不该装记忆错乱和你撇清关系 我只是一时没有看清自己的内心 我以为我腻了 但我发现我还是爱你的 你去我好不好 伯达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还能不能重新开始 啊 这都哪跟哪啊 他说自己精神不正常是装的 我觉得比真惊还真啊 周围有人一拍掌 用看好戏的语气道 果然是狗血抢婚剧情 有好戏看了 让我们看看究竟谁会抱的美人归呢 我只是怪异的看着柳如烟 片刻后用某位明星的经典语气道 你神经病啊 然后做举手投降撞 我就一路过的 你们继续 继续好吧 然后赶紧开溜 撒鸭子跑得飞快 柳如烟瞬间落泪 想提起婚纱追我 继伯达你回来 你回来 奈何婚纱太重 他根本跑不快 最后被绊倒 在地上摔了个狗啃尼 那场婚礼不欢而散 听说柳如烟丢尽了柳家的脸 毕竟当初吵着闹着 要嫁给伊藤诚的人是他 现在后悔毁掉婚礼的也是他 我这段时间和沈清秋在外面租房子住 顺便在看婚房 避开了任何和柳如烟碰面的可能性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被柳如烟给找到了 这天我和沈清秋出门的时候 他就眼含热泪站在门口 身后还跟着一脸阴郁的伊藤诚 我俩都被吓了一跳 柳如烟一见到我就冲了上来 抱了我 博达 我终于见到你的博达 我真的是爱你的博达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以为自己腻了你 博达我们一定能回到过去的 对不对 我赶紧把柳如烟从我身上扯了下去 我真的不认识你啊 拜托你离我远点行不行 伊藤诚则紧握拳头 一直在后面喃喃 怎么会这样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柳如烟不死心 开始掰着指头 跟我细数我和他所谓的过往 从十年间的大事 到车祸之后 很详细 很生动 确实不像编出来的 柳如烟说完之后 就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听完之后 哦 你的故事很精彩 但关我屁事 他的神色瞬间暗淡 沈清秋抱着双臂 本来是冷眼旁观的 忽然出声发问 你的意思是 你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记忆错乱 也根本就没有把你们十年历程里的男主角 认错成别人 一切都只不过是因为 你觉得自己腻了十年 都是同一个人 想换一种新口味 所以装得记忆错乱 然后这位男士 你的忠诚舔狗 直接将错就错 演得比你还殆尽 真当自己是十年主人公了 现在你看见伯达真失忆 真忘了你还真爱上了别人 你慌了怕了后悔了 所以跑过来找伯达哥求复合 沈清秋语气温温柔柔的 听不出半点生气 反而因为总结得太完美 听得柳如烟连连点头 柳如烟甚至一瞬间 把她当成了知心姐妹 她握住她的手 姐妹你懂我 太会总结了 沈清秋却微微一笑 然后甩开她的手 见不见啊 四个字 把柳如烟都骂傻了 你和这位舔狗先生 还真是见得天上有 地下无间的超凡脱俗 绝无仅有呢 很遗憾你们的婚礼 没能照常举行 毕竟在我看来 你们简直是绝配 沈清秋说完 又来挽着我的胳膊 你把我们家博达 当成垃圾回收站了 柳如烟被对得一愣一愣的 根本还不了口 而义腾成想维护她 刚一开口就被沈清秋对了回去 卫田狗哥 送你一句诗 人面不知何处去 义腾成愣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你说我不要脸 沈清秋耸肩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有吗 我答 我知道你现在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没关系 我等你想起来的那天 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我们之间的十年 不是外人短短的半年就能比的 你回来找我 我永远都在 我只回了她一个滚子 我把柳如烟和义腾成都轰出去之后 转头看着蹲在地上的沈清秋 她没了刚刚的力气 将脑袋埋在壁弯里 我走近她 也蹲了下来 沈清秋忽然抬起头 她的眼睛红红的 喂 纪博达 我警告你 你要是真想起来了想回去 我绝对走得比你还潇洒 我没想到柳如烟灰语语成衬 我有一天刷牙的时候 不小心滑倒磕到了脑袋 被送往医院之后 一醒过来 就感觉铺天盖地的记忆 都涌现进了脑海里 我突然就想起了 和柳如烟十年间的一切 原来真的是她 可我只觉得 就好像是谁 往我脑子里强硬塞了十年 关于她的记忆一样 我厌恶之至 沈清秋看着我迷茫的眼神 突然就眼睛红了 她站起来想走 被我急急忙忙下床 从背后抱住 别走 清秋 我爱你 只爱你 关于我想起了和柳如烟的一切这件事 我只告诉了我爸妈 其他人一概不知 我的本意是和沈清秋的婚期在即 防止柳如烟知道了口试 但我忘了我妈和李阿姨是归中密友 她还是说漏嘴了 所以现在 此刻柳如烟穿着洁白的婚纱 微笑着在主持人问沈清秋 愿不愿意的时候抢答 我愿意 然后 一边朝我走过来的时候 我真的很难忍住不把她扔出去 沈清秋气都不顺了 本来感动的一塌糊涂的眼泪都收了回去 柳如烟一脸自信地走到了我面前 我才发现她连婚纱款式 都和沈清秋是一样的 让我展示她的身姿 一边展示还一边撒娇道 柳达 这婚纱我穿是不是比她穿好看多了 我撇撇嘴 你想太多了 我都说了普京不好得改 当然是我老婆清秋穿着最好看了 我着重强调了一下老婆清秋几个字 柳如烟自信的神色有一丝军裂 随后恢复如常 柳达 你就别嘴硬了 我还不了解你吗 每次犯错之后 你都会嘴硬不愿意承认错误 现在你都想起来一切了 还要跟我这么说话吗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了 这场戏演一演就够了 一直跟我降下去有什么意思 我知道我有错 但你也跟别的女人好过了 我们就算扯平了 现在把她踢出去 娶我吧 我猜应该是你的新娘 我能感觉到身边的沈清秋 整个人都在颤抖 她肯定在害怕吧 于是我抬起手 柳如烟充满自信的昂起了头 保安 保安 台上有个神经病 麻烦过来清理一下 你们公司怎么办事的 我今天一定要投诉你们 柳如烟的表情 这下终于裂开了 在被保安拖着走的时候 柳如烟以后不死心 纪博达 和你一起走过十年的人是我 你凭什么能说放就放下 纪博达 你最爱的应该是我 柳如烟喊着喊着变成了哭腔 博达 我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我只是一时糊涂 博达 而我充耳不闻 在鼓掌声中和沈清秋交换了戒指 稀有趣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把我好当下 和我爱的人一起面对未来 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对于柳如烟现在的看法 我只能说 那天家门口的沈清秋说的对 我又不是垃圾回收站 我是国宝饲养员 国宝专属 我在沈清秋耳边巧声道 他红着脸捶了我一下 结婚太开心 导致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完成婚宴准备回家的时候 我和沈清秋刚走出门 就听到了一阵阴森的质问声 让我的心脏都开始加速跳动起来 纪博达 是不是你 你是不是知道了我的计划 知道了他是被我催眠 才记忆错乱的 所以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让他恢复了 还以为自己真的催眠成功了 实际上柳如烟不过是装的 而他现在还蒙在鼓里 我把沈清秋拉到身后护住 纪博达 你都有新的女朋友了 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把如烟让给我 你为什么要让他恢复记忆 他是我的光 是我的神明 我好不容易等到他联系我了 你为什么要毁掉 明明就差一点点我就能娶到他了 都怪你 你为什么要出现 你毁了我的婚礼 你凭什么以为自己的婚礼也能圆满 我杀了你们俩 你们都去死吧 一腾成越说越激动 我把水果刀来 寒芒乍现 我心中大惊 我将沈清秋护在怀里 时间已经不够我避开了 但预想之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 我听到了刀刺入肉体的声音 和一腾成慌乱的叫喊声 如烟 我回头看 才发现一腾成手上那把水果刀 已经没入了柳如烟腹部 而柳如烟往地上倒去 又磕碰到了头部 他看着我流着泪 我打 还你一命好了 我敏纯 沉默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 现场乱作一团 沈清秋惊魂未定 我将他抱着安慰 一腾成手脚并用地爬到柳如烟身边 整个人哭得很绝望 只会重复一句对不起 柳如烟看着我的方向 想要说点什么 最终昏死过去 一腾成因为故意伤人情节严重 再加上柳叔叔是律师 被判了15年 在狱中也被打点了要好好关照 而柳如烟头部受重创 初步被判定为脑死亡 也就是植物人 可能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毫无生机 也可能跟我一样出现奇迹突然转醒 但希望极其渺茫 我知道这些的时候 刚和沈清秋从北欧都蜜月回来 也只能感叹一句 因果循环罢了 全文完